字幕志愿者 杨阳 字幕志愿者 杨阳 你怎么解救你哀声叹气呢 原本打算是圣诞节 約我的女神去撑桌子 打算一早一定去万无一失 怎料突然杀出情咬金 搞得我变成后避 这层啊 如果在马世界 就问题不大 可惜是爱情世界了 没这一件事 保护拳? 是什么? 保护拳就是一匹马 上次报名的时候属于马房第一选择 但是做了后避 到了下一次报名的时候 又去马房第一选择的话 就自动有保护拳 提升做正选的机会 而五逼拳的天外之天 在十一月五号赛事里面 就做了后避并且获得保护拳 未来星期日 他会在三班千二米赛事上阵 希望他成功得手 被女神拒绝了 真是什么自信都没了 杨阳 不准禁退 一须活得比他好 不停增值自己 让他觉得是拒走保 哇 头头是道 当然了 在马团那么久了 你就会明白到 无论做什么都好 进步赛事 硬到你 由上届开始 三项国际赛预赛 就由本地二级赛事 正式升级为国际二级赛 还改名为国泰航空马会杯 国泰航空马会短途键 和国泰航空马会一里键标 这三项国际赛前哨战 将来星期日就会举行 想知道哪些赛区 拿到国际赛入场圈 就要拭目以待了 羊羊 你觉得你被女神拒绝 有什么原因 可能我不够情趣吧 那就比加勒 你应该多传送一些 肉麻的SIMS给另一半 赚一下他 哄一下他 这样的话 所有人都会想 对吗 你写字写得这么慢 别说你的女神被人追了 奖也被人赢了 在新一阶段超新星选举 投过票的朋友 接下来星期日 又可以玩SMS短讯游戏 到时在沙田马场里面 会问一条有关超新星的问题 只要在下午四点 将答案以短讯形式 传到指定号码 最快踏中局五位朋友 就有奖 詳情可以浏览马会望业 羊羊 我要培训你做接班人 好一个情场杀手 小弟奉陪 情场 这场是当然的 不过未做之前 先做着马坛节班人 星期日三十天 日赛的功课 就当是拜师的代价 其实呢 爱情也是顺其自然 好 情场杀手这个美业 还是留给你 喂喂喂 你这么骄傻 杀了你